花烈一个女子呢上网的时候意外看到了跟丈夫同车牌号码的汽车就停在饭店的门口 他想说难道是老公有偷情吗 结果老公呢他为了澄清自己也扮起了柯南去调阅照片 报警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人卫造他的车牌号码 而且呢还有一大堆没有缴交的停车费 警方说怎么办呢你只好发个3000块钱自己去换新车牌 就让这个男子非常的气愤 看看照片这台黑色的车子跟自己的车牌号码居然一模一样 但是车型却完全不同让家住花莲的这名男子觉得莫名其妙 柯南耶他说我叫柯斗啦 原来是太太在上网的时候无心看到 居然有一辆车子跟自己丈夫的汽车有一模一样的车牌号码 就停在饭店门口他怀疑丈夫外遇 于是就自己扮演起了柯南跑到停车收费公司调约照片收集证据 对所以真的是惩罚好人 我老婆都觉得不公平 那还要请假去办是一定有的没有的 经过太太询问后男子发现不对劲赶紧报警 警方表示有人伪造他的车牌号码 所以才会害他收到这么多停车收费单 要他花3000元去监理站换车牌 男子气愤的说也太不公平了 奉公守法的民众被人冒用车牌 居然还要花自己的钱换新车牌 真的很不合理 中地新闻廖威龄黄婉婷 花莲采访报导 如何 待会 展示 英雄 边